美国利益优先 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宣称,要从叙利亚撤军,但随即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公开站出来,趁美军并未有计划离开叙利亚,最终,特朗普也明确态度,即便在击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后,美军也会继续留在叙利亚,防止伊斯兰国武装死灰复燃。 相比其他武装组织,尽管伊斯兰国武装,早到几乎所有力量的打击,但其潜伏性更强。 叙利亚政府军每每宣称一个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后,其在不久后又能死灰复燃。 目前在叙利亚境内,叙军及其盟友,在东南部苏维达省,美军和法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在该国东部,都在与伊斯兰国武装作战,而在其他地区潜伏的伊斯兰国武装更是难以统计。 不过,明眼人都看得出,美军留在叙利亚的真正目的,除了反恐,就是保护库尔德武装。 土耳其方面一直对叙境内库尔德武装虎视眈眈,如若不是美军和法军等的保护,至少叙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已经被消灭。 就在化解俄叙联军伊德利布攻势后不久,土耳其支持的自由军已经在曼比基附近,与库尔德武装再次发生交火,很可能意味着要再次对叙北部库尔德武装动手。 俄罗斯和叙利亚方面,则一直敦促在叙境内的外国武装,不包括俄军和伊朗武装撤军。 不过,这种没有足够实力的要求始终没什么说服力。 迄今为止,除了美军和土耳其军队在续境内外,英军和法军也有少量部队存在,至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更是难以统计。 俄罗斯方面要求美军撤军的主要目的,还是为了库尔德武装。 不过是续东部的库尔德武装,目前,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,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性政权,民主联邦叙利亚,与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权形成病例局面,预计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很快会承认其合法性,对阿萨德政权形成强大威胁。 此外,续东部的丰富石油资源和产粮区,也被库尔德武装控制,俄旭一联军曾多次发起试探性攻击,强大的炮火让库尔德武装难以招架,如若不是美军的空中支援,恐怕俄旭一联军早就已经打过右发拉底河。 美军继续留在叙利亚,不仅保护库尔德武装,免受各方强大对手攻击,而且确保去东部的产油区和产粮区,不被叙利亚政府控制。 叙利亚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财政来源,其政府和军队开支,完全依靠俄罗斯和伊朗,只要其没有控制去东部,就迫使俄罗斯和伊朗不断向叙利亚政府输血。 对经济衰退的这两个国家来说,这种打击方式可谓本小利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